大家好,我是蓝胖 今天给大家分享我用的肥料和它们的使用方法 我用的肥料还是蛮简单的 有羊粪,通用型缓食肥,花多多一号,花多多二号,磷酸二清甲,还有硫酸鸭铁 我还有农用很便宜的塑料复合肥 这个不推荐新手用,用不好容易烧描 我的羊粪和颗粒缓食肥一般用来做底肥或者半土 底肥的使用方法我给大家画了张图,仅供参考 羊粪和颗粒缓食肥的肥力一般在三个月左右 所以三个月以后我一般会在盆土的表面再买一点缓食肥或养分 像这种一年生的草花我是不用低肥的 在它的生长期我会用一些花多多一号水溶肥 这种送的小勺子正好是一克,一克堆一千毫升的水 完全稀释以后浇水就行了 我家的所有植物在刚冒花苞的时候 我会给它们使用花多多二号水溶肥或者磷酸二清甲 它俩都属于粗花肥,可以一比一千的比例浇水还有喷叶子 花苞透色准备打开的时候就要停止施肥,用清水浇水 如果开花了还在用粗花肥会导致它的花期缩短 像花多多一号二号还有磷酸二清甲这种水溶肥 我一般控制在一星期或者十天使用一次 我的硫酸亚铁专门针对一些喜欢栓性土壤的植物给它调酸用 也是一比一千的比例稀释浇水 一般二十天或者一个月我才使用一次 不管使用那种肥料一定要看说明书上的使用比例 千万不要肥量过大容易烧苗 需要提醒刚纤叉的植物和根系很弱的植物千万不要施肥 在休眠期的植物也不要施肥 最后我把我用的肥料和它们的使用方法做了一张总图给大家参考 有问题留言拜拜